你剛才一開始就說半導體或者一些高科技 就是流入一個估值比較低 以及市場都開始關注一些傳統企業 譬如車股福特 大家今年開始就很多朋友都在這裡說 這個朋友就問福特 他說你怎樣看呢? 他說今年車股是否必選呢? 他未有貨的 他說看到不少分析都說福特的估值低 是否可以留意呢? 如果是甚麼價位適宜買入呢? Cathleen來的 其實相對上來說是 就是你相對現在一些的創新型的 或者很多人都會說Tesla的估值高的 但是我覺得就不同一個故事 因為現在那個世界 你大家加入 就是我覺得其他的車企加入競爭 無論是國內國外都是 其他有新的公司 無論是傳統車企 還是其他的科技公司加入競爭的時候 真正最大威脅的 我相信就不是Tesla 就是其他公司 因為這樣看 其實有點像 手機行業的一個世界 手機其實大家都是 你是不是都是用蘋果 是 手機的世界其實就是 蘋果和非蘋果 我相信車的世界都是Tesla和非Tesla 如果是Ford的話 現在的PE其實你看它已經破了頂 急升 但是其實PE都不是高 都是三十幾倍 是 不過我覺得你可以等它下來才買 如果它現在已經急升了的時候 你看它那個的 即是買入位都要看回時機 技術上的走勢 現在其實是一個超慢的階段 RSI去到七十以上 你等它 偷偷一些下來 又是 你可以撐住那個上升軌 但是那裏畫到上去 應該是 大致上 在22左右的位置 大致上就是 你等它下來再回穩起動 這樣才去買入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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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